最近,关于联想的坏消息是一个接一个 除了这些意外,更是有一个惊天大新闻被曝光 那就是联想有一个更大的雷暴了 这次所涉及的事件以及内容非常严重 国家也非常的重视派出了调查组进驻联想开始调查 司马南的七条视频如同七把连环刀刀刀夺命 每一下都戳中了联想的命脉 这就快到了秋后算账的时间 那些蛀虫们一个都别想逃 这下该和柳传志算算总账了 你觉得应该和柳传志算总账吗 如果你觉得应该的话 请在评论区打出应该两个字 最近联想暴露出的问题真的是一个接一个 兼是被曝光出联想集团的高层管理者们 每年拿着天价的薪酬 柳传志一个人每年都要从公司拿走几千万 甚至上亿的工资和奖金 其他高层管理者们每年的年薪也都是天文数字 而且联想的高层管理者中有非常多的外国人 这些外国人就是当初收购IBM公司个人电脑业务时 那个公司里面的管理层 联想直接把这些人继续使用了下来 联想高层管理者们拿走了太多的资金 使得联想集团缺少科研资金 联想集团的科技水平停滞不前 基本上还是停留在当初那个组装厂的水平 其次就是联想集团当初因为自己的一己私利 引入了高盛 使得国外成名已久的一个大型企业 在我国市场尚未发展起来的时候 便进入了我国的市场 对市场造成了冲击 很多公司因为高盛的插手 从而发展置停不前 而且联想引入高盛 自己也没有获得多少的利益 甚至自己在倒贴前 要知道当初联想购买IBM个人电脑业务的时候 IBM只有9亿的资产 但是联想却足足花费了十几亿美元来购买 不得不说联想真的是冤大头本头了 联想这次除了上面这些问题 更是有一个惊天大雷被曝光了出来 随着这个雷的曝光 国家也准备对柳传志进行算账 柳传志杨元庆这些人一个都别想跑 网络上联想的事情在不断的发酵 也算是迎来了最新的进展 除了司马南对联想进行炮轰 大家已经熟知 还有一个人 他的发言对联想事件 可以说是关键性的一个言论 要知道司马南一直指责联想侵吞国有资产 使得国有资产流失 这对于一家自诩民族企业的联想来说 简直是一个颠覆性的丑闻 而且国有资产的流失 对国家也是有着非常不利的影响 在司马南曝光联想侵吞国有资产 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时候 联想没有第一时间进行反驳 而是一反常态 始终保持着沉默 只是暗戳戳的进行着一些小动作 就比如买通一些大V 给自己洗白 或者购买水军 对司马南进行攻击 更有甚者对司马南发出了死亡威胁 当然这些小手段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反而使得司马南名声大涨 许多之前不知道联想事件的人 也从这里得知了联想事件的始末 更是在观看司马南的视频之后 对联想怒斥 网络上铺天盖地的舆论 简直要掀翻了联想这艘大船 联想的一边倒 使得联想的口碑断崖式的下滑 联想眼看形势不妙 不得不让杨元庆出面 对联想事件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回应 但是联想万万没有想到 这次杨元庆的回应 就是引爆这颗惊天大雷的导火索 联想在自己准备上市的时候 制定了详细的计划书 并且用迅雷不知掩耳之事 推出了一份招股书 但是股票市场里的科创版 在看到联想如今的情况之后 直接拒绝了联想的上市请求 联想这一次的计划彻底泡汤 而且联想在科创版上市 真的是天方夜谭 一个基本上对科研零投入的企业 哪里和科技板块沾边呢 联想最终无法进入股票市场 这对联想来说不亚于一次核打击 这一次的主要原因 除了联想的科技投入 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之外 更是因为现如今的舆论情况 联想现在的口碑太差了 同时联想现在还拥有着一个和盈利率 完全不匹配的高负债率 要知道一般一个企业负债率都是很低的 负债率高的话 企业的盈利就会降低 但是联想就不一样了 联想的负债率达到了95% 不仅如此 联想在保持着如此高的负债率的同时 自身的营收还在年年增长 这就不得不让人起疑心了 联想一直以科技公司标榜自己 但是这简直是一个笑话 联想对企业科技研发的投入低的可怜 在反观华为公司不仅每天有着巨额的科研投资 同时还研发出了大量先进的技术 就连一直名声不好的马云也是顶着压力 创造了阿里自己的科研部门达摩院 每年也是划拨大量的资金用于科研 阿里云更是获得了大量的世界级奖项 联想在如今这种局面上市 简直就是吃人说梦 是绝对不会成功的 但是联想急需上市发行股票 用于融资 这种情况也传到了柳传志的耳中 作为已经退居二线的柳传志 当然坐不住了 虽然他已经退居二线 但是他手中可是掌握着联想非常庞大的股份 如果联想出了什么事情 那么他自身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失 所以柳传志也下场亲自替联想说话 想用他商业教父的名头 为联想挽回一些局面 但是大家都知道 教父这个词可不是什么褒义词 柳传志这一次却是打错了算盘 他当众发表演说 自己在人生路上遇到过各种各样的挫折 这一次联想面对的挫折只是小事 自己会摆平 这一次联想的事件是对自己的一次考验 自己一定可以经受住这种考验 光靠柳传志的一张嘴 人们只会认为柳传志在狡辩 他和联想的问题基本上已经盖棺定论了 任凭柳传志怎么搅合也只是徒劳 人们绝对不会轻易的相信 一方面是司马南那边证据充足 另一方面是柳传志空口无凭的一张嘴 相信大家都应该知道相信哪一边了 而且不仅仅司马南那边提供了大量的证据 还有一个人所提供的证据 更是对联想进行了补盗 这个人就是尼光南 尼光南这个人和联想有着非常大的联系 联想的创始人大家可能都以为是柳传志 但是其实并不然 当初柳传志离开中科院后 是和尼光南等人一起创办的联想 当时柳传志一心想要搞技工贸的路线 而尼光南则是想走技术为核心的路线 两人在这一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分歧 柳传志在企业内部的势力可以说是指手遮天 他为了能让自己的路线走下去 对尼光南进行打压 要知道尼光南可是一个天才人物 他在技术方面的成就非常的大 而且他本人也在联想内部研究出了非常多的先进技术 按道理说 尼光南的科技路线 才是一个企业发展的正确路线 但是就是因为柳传志一心求利益 对他不停地排挤打压 忍无可忍的尼光南决定离开联想 尼光南吃亏就吃亏在自身并不参与联想的运营 可以说他是公司的技术股 正因为如此 尼光南在公司内部并没有什么话语权 尼光南这个人的离开是联想的巨大损失 要知道尼光南曾经因为有过杰出贡献 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 这样的人才要是放到华为等企业 都是贡起来的生怕跑了 但是在联想这里却背道而驰 竟然排挤走了这样的人才 联想失去了尼光南就等于联想放弃了科技路线 彻底地当组装厂的路一去不复返了 现在联想的状况让尼光南看着非常的心痛 当初他曾经和柳传志说 要对企业的科技研发大量投入资金 但是柳传志觉得销售才是一个公司的核心 他觉得销售可以给公司带来更大的利润 应该更加注重销售 科研才是旁之末节不需要理会 这一点分析就可以看出 科技型人才和丑恶资本家的差别 尼光南离开联想一方面和柳传志脱不开关系 另一方面就是尼光南早就发现了联想流失国有资产的行为 他为了阻止这一状况使出了浑身解数 但是毕竟一个人势力单薄 没有什么办法挽回 所以尼光南被逼无奈 在离开联想之后多次向有关部门举报联想的违法行为 但是当时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得到受理 但是这一次不一样了 这一次联想已经将国家的目光吸引了过来 更是有着司马南充当先锋开辟了战场 尼光南自然不会放过这一次机会 尼光南曝光了大量联想曾经的数据 这些数据清楚地记录了联想 是如何侵吞国有资产和流失国有资产的 尼光南公布的数据 无疑给联想事件画上了一个休止符 这下无论联想怎么狡辩 都无法洗脱自己的罪名了 柳传志和联想的种种恶性 如今已经全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这下联想绝对逃不掉制裁 国家已经出手对联想进行彻查 类似联想这种丑恶的资本公司 最终都逃不掉被国家制裁的命运 当初对侵吞国有资产赚得有多么流油 如今受到的制裁就会有多么的狠 天道循环报应 不爽当初作恶的人 如今马上就要接受正义的审判 无数人期盼着这一天的到来 希望柳传志能够做好准备 不要到了审判日的时候 还妄图用自己教父的名头 换取一些同情 丑恶的资本家根本不值得同情 好了 这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喜欢的不妨点赞关注 收藏加分享 请不吝点赞关注 请不吝点赞关注